旁边的道尔嘎公路呢 就是前往宋南的路上 大家好我是信牛 昨天晚上是林业改道这边的 嘉玉关文化园的停车场 晚上十点到早上八点也是免费的 早起才发现嘉玉关市区 就能看到七连山的雪山 上来这个嘉玉关 世界文化遗产公园 逛一逛 嘉玉关景区就不去了 不过听说现在 那个景郊免票了 因为景郊 观光车体验非常不好 这边就是一个围绕着湖的 一个绿化公园 市中心一个散步好地方 第一批游客 准备上岸了 嘉玉关 城镜市聚夜游 这是嘉玉关地标吗 这是海豚 是吧 嘉玉关 王室福羊汤 还名第三个小吃 哇 这才是羊汤 我路上坐过一只白楼泡羊汤 来遮食 吊如苏饼 两块钱 这个羊汤是26 嘉玉关 城市博物馆 评身问证领票 都停暂停 东湖广场 我们就停在这个雕像后面 这游戏机弹珠 唤醒了沉睡的记忆 这个红灯要是前面车没停 我就冲过去了 完全被数挡住了 然后酒泉的大酒杯 城下有泉 泉中有酒 这睡着觉呢 一回头 发现了 小吉 这个时间好奇怪 这条进嘉玉关九泉 前往张叶的213国道 路况不是很好 而且 真的有点枯燥 从这边开始我们转入去 宿南玉固族自治县了 然后去祁连 进入祁连山腹地 哇哇哇 我们去看 祁连雪山了 太美了 这条路 还没有到阿嘎公路呢 就前往宿南的路上 有一种宿静的美 正好路过这个地方 我们去鲍尔斯雪山看一眼 上山18公里 鲍尔斯圣山 心灵向往之地 东方阿尔卑斯 海拔也5118米的 应该就是那种 环境真舒服 这一路的雪山 和高山草边 绝了 好壮观阿 这山体破碎下面 就是各种沿层 大河湘 西岔河湘 沿山游客中心 这边还有什么 散游 这一帮观光车 可以到一个主要观景台 后面都是一些徒步的地方 哇 徒步的爱好者可以来这边 不错 等等 这个徒步一点离谱吧 游客中心2600 然后 这边5000多了 怎么去啊 看这边票价 观光车70 因为从2600上送到378了 所以观光车 确实比较贵 门票231 然后 还有一些保险什么的 还可以二次进山 这边在大山围绕下 夕阳看不到 但是夕阳的晚霞 映出了天空 真是超级美 他在北京的边缘 在北京的北京的边缘 站在北京的边缘 谢谢观看